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现在是晚间七点整 今天是2014年的1月6号周一 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了 希望大家心情都已经从过年的 这种比较松散的心情 已经回归到非常严谨 然后非常认真对待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是周乐 我们今天的节目预告 是在上半场请的是威廉峰 然后来讲一讲 他在这个礼拜六要办的一场座谈会 什么叫做一日之际在于春 一年之际呢 也是在于春 反正这个早上啦 还有春天啦 尤其是过完年的时候 大家心都已经慢慢的 要把它收回来的时候 来上一场座谈会 是最好的时候 在下半场 我们要来听听看 今年房地产的预测 邀请到的嘉宾是 矽谷地产集团的负责人 Frank Liu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William William你好 嗨妮妮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主题 但是今天呢 因为是在报告12月份的ISM服务业的指数不如预期 并且11月的工厂订单是好过预期 所以今天的市场是小跌 道琼斯下跌了44.89 收市是在16425点 在标普500方面下跌4.61 收于1826.76 NASDAQ综合指数下跌了18.23 百分比是0.44% 收在4113.68 我们在此时此刻呢 我们首先看到一下 请William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做一个很简单的2013年的回顾 然后就从这个回顾中间吸取教训 我们就要来听听看2014年应该要注意的事前 先从去年开始讲 好去年呢 总的来讲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呢 是非常好吧 大家都知道 这个S&P500一年讲了29个percent NASDAQ又讲了38个percent 总的来讲是很稳定的讲 可能中间有一点点correction 是很小 最多的可能都是五六个percent左右 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担心开始这个QE3 会不会有tapering减少的时候 就是掉了一刹 总的来讲 market这个都是涨得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单是美国 因为全球的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 人家也有quantitative easing 美国、欧洲一般 他们都有quantitative easing 所以把利率变成很低 每一个地方都是很低 然后变成虽然股票通常都是说有风险 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的话 就变成很有吸引力 所以这个股市比较强劲 所以凡过来的股票另外一个产品 凡过来的产品通常就是债券 boy market 公债 所以他们钱都放在股票里面的话 公债就变成虽然比较低 最低到1.7% 现在已经反弹了 已经到了3%了 很高了 所以这个为什么 interest涨高的时候 这个债券这个价钱就相反的 所以债券就掉下去了 有一些债券的index告诉我们 它全年它最厉害的时候 就掉了差不多10%吧 哇 很小的情况 因为从来这个债券的时候 没有这么厉害 最好生这么厉害的话 应该就是差不多94年的时候 我知道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这一年这个interest涨 一年增加很多变 就是这个时候了 所以很小的 所以这边请告诉我们 这个stock market是好的 但是这个stock market 永远都是leading 先走的 先跑的 但是我们看看 它这个经济的economy怎么样呢 去年2013年 总的来讲是recovery 复苏的 复苏 但是都是比较慢 我都说了 我们可以看几个indicator 比方说这个unemployment rate 是一律 最新的告诉我们是7% 还没有到这个 这个联联储局的 要求希望的6.5% 6.5% Fed的联储局 它呢 但是我常常说嘛 这个7% 都不是真正的7% 因为很多人已经没有工作 他们不算 他们算的话呢 应该是超过10% 哇 这么厉害 所以不是很低的 老实说 然后呢 另外一个经济的indicator 就是这个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 或者叫consumer price index 最新的收取告诉我们是1% 这个对我们弯区来战 是一点是比较 不是太真的吧 1% 这个 意思说 今年的这个价钱 跟去年这个价钱 只增加1% 100块钱 这个是官方说的 不是民间的实际的体会 特别是我们这个弯区嘛 弯区我们这个standard很高 然后呢 我都说过了 这个CPI 它因为呢 因为呢 它里面呢 没有 虽然这个 食物 这个汽油 都没有 参与区域的 所以为什么比较低了 然后呢 还是给我们官方的 两处局的 它要求2% 还是低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货币不是很厉害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这个GDP增长 实货币增长的话呢 因为可能 去年有什么 这个 政府的 倒下 停摆啊 有一点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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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 overall 我们觉得 大概 2013年 它最后 还没有出来 因为大概呢 就是大概只能 可能2%左右 不是很高 所以呢 去年这个 总的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 market 先造 很好 然后呢 这个 economy 是慢慢的 复苏 然后当然 里面呢 很多不同的 销售 影响我们不同的 大家知道吗 有什么 债务相伤啊 年初的时候 有这个 fiscal cliff 然后 有什么 debt ceiling啊 后来就把这个 我们这个 tax rate 增加 加了一个 很高的 这个 income tax 39.6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 social security 每个人都增加 后来呢 中间 年终的时候 我们这个 美国的这个 s&p500 把我们美国这个 主权 信用这个 减荒的 评级 从这个 negative 调到稳定 比较好一点 这是好消息 好消息 但是 就是年终的时候 后来的 8月 9月 大家都知道吗 这个market 掉了一点点 4% 就是因为这个 苏利亚这个问题嘛 然后也有这个 然后也有这个 NASDAQ 这个 坦荐三个小时啊 后来到10月份的时候 这个政府停摆了 然后到10月2月份 就是 就是他们这个 Bernacky 最后 他决定 我们今年开始呢 他把这个 QE3 tapering一点点 从这个 85个billion到 75 billion 都不是很多 很小 因为QE3 已经开始很久 慢慢说回去 对啊 QE3 很久啊 大家记得吗 是从 2012年 9月份 所以差不多 一年多 他都 才减少一点点 所以为什么呢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看 明年的话呢 我都是说了 这个 明年啊 你是说 2014年 我忘了 2014年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首先 这个QE3 我觉得它 它是慢慢的 一点点 不会减少的很多 因为我说嘛 这个 这个 经济 它真的不是很厉害的 然后呢 这个 市场呢 我觉得它 还是会上去 没有说 除非很大的 比方说 中东啊 什么危机啊 或者 911 就是很特别的 这个 这个 我觉得 2014年 这个市场呢 还是蛮好的 然后 当然 就可能 就没有这个 有人说 有可能 好像这个 今年 2013年 29% 怎么高 但是 我觉得 应该 比较慢一点 少一点 少一点 因为 目前呢 这个 这个 interest rate 我们是讲这个 long-term interest rate 总-term interest rate 来讲呢 我觉得它应该都是差不多 没有都是0到0.25 这个fat front rate 还是很低 还是很低 这个long-term rate 会涨 因为今年已经开始涨了 我说 应该是2013年 开始涨 2014年涨的话呢 interest rate 增加的话呢 所有economy啊 做生意 肯定是有压力的 所以这个earnings啊 等等都会有压力的话呢 2014年这个股市的话呢 它不会 应该不会好像2013年 怎么厉害 是 威廉我都觉得你说话 是非常的诚实 就是心里面有什么 你都讲什么 因为long-term的interest rate 上涨 真的会对于 做生意的公司啊 尤其是公司越大 它如果要借贷的越多 当然这个interest的payment 会变成它的一个负担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 事实上我们一个人 活的几十年 但是真正在大学毕业 一直要到退休 可能有三四十年的 这个做工作 要可以赚钱的时候 那我们到底是一般 你看了这么多的客户 你觉得大家是在 市场不好的时候 心里面想要改变 自己退休计划的 影响比较大 还是市场好的的时候 他要改变这个计划比较大 到底正确 要对自己的portfolio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变化到底是要很大呢 还是要很小 应该怎么样靠哪边来 行驶这个方向呢 哎 我常常说了 觉得如果是真的去讲这个 特别你自己的 401k IRA也好 不应该因为这个market上面 这个sales影响的 我常常讲 哦 根本都不应该 说到影响 很多market 改变呢 改变可能小小的吧 但是呢 因为这个market 永远有sales影响的 我常常说嘛 这个sales影响永远只是在这个market后面的 这个市场是预测这个sales影响 肯定多过这个sales影响这个市场的 很多sales影响呢 我觉得都是 有些他们做这个media的人要写出来啊 或者有可能其他的背后呢 有一些人叫 有些agenda出来啊 所以呢 对这个特别我们的individual investor来讲的话 真的是不要受这些2013年影响 因为你看我们2013年去年 我记得嘛 一开始年初的时候 去年3月份在这个 你的这个seminar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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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esson里面 你都要问我 哪时候大家都看 哇我们现在有新高了 day high了 但是呢 哪时候呢 也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出来 你看2013年 我刚才说了 很多不好的消息 比如这个什么欧债的问题啊 什么叙利啊 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market还是会涨上去 所以呢 总的来讲呢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很怕这个销售的话 就把你的这个portfolio搞坏的话呢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不好的效果 总的来讲呢 就是说 你其实如果你不懂的话 可能有教研才帮忙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特别是你刚才提到一些年轻的人的话呢 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呢 他可能可以用这个bion hole 这个 这个从 因为我说嘛 这个bion hole这个从前 这个bion hole这个策略还好的 2001年之前的话呢 比较稳定 所有人都比较容易赚到钱 但是2001年的话呢 这个market有波动 market波动的话 bion hole也比较难赚钱 特别是这个风险很高的话呢 如果是一只年纪大的人 他如果是比较 刚才你说嘛 年纪大的retirement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bion hole对他来讲可能压力比较大 因为你看08年 这个掉了40%的话 他压力很大 但是年轻人的话呢 他可能觉得 我不怕 他有时间来恢复 有时间的话呢 可能bion hole对他来讲是蛮好的 所以呢 我老实说 我的客人呢 大部分呢 现在呢都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 他们怕他这个退销金有很大的崩盘 或者什么样 所以他找我帮忙是对的 年轻的人呢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搞定 扒年后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外面有很多很好的 这些multual fund 他这些费用都很低 所以Bion hole他们可以自己帮忙 如果客人找我的话呢 都是一些年纪大 所以他们喜欢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也有利益冲突嘛 我们是投资顾问 收招待管理费 收招待一个固定管理费 或者一些情效的performance base 不合理不收费 这个就比较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公平一点 所以William 您是觉得我们不能够太过依赖 新闻还有听听看每个人的意见 而是呢要靠根据这个数据 因为数据和事实才是真正反映的 但是现在我们提到这个inflation 你说只有1% 事实上我们的感受是不同 可是这个1%是全国性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inflation 可能也跟房地产一样 每个地方要有local的inflation 才比较准确一点 Silicon Valley的确是比较富有 也许这个地方的inflation呢 是的确高了一点 那么所以说我们只要继续 持续的关注我们自己的退 退退退休投资计划 一年一月的开始呢 真的是我们要回顾和计划 最好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月了 我们来讲一讲在4月15号 报税之前还可以容易上下手的主要的退休账户的省税 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就要请 威廉峰来告诉我们了 这个一连串有好几种方式 都可以在4月15号来做 来放钱下去 还可以抵2013年的税 基于时间的问题 我们现在赶快进一段广告 马上就回来 市场屡创新高 您害怕退休投资大幅下跌吗 新的一年 您做好个人的理财规划了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威廉峰 1月11号早上10点 Cupertino下午2点 Fremont免费退休投资讲座 威廉峰直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 退休投资策略等等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进入2014年全球资金紧缩 债券黄金房地产光芒逐渐退色 只有股市依然一枝独秀 继续受到投资人追捧 游戏国华人传播公司 周乐举办的第12年度 马蹄捷报应秋波 将隆重于2月8号周六 在Mupitas Crown Plaza再度登场 邀请到您最尊重的 股市重量级老师 分享他们对于2014年的股市的看法 分析以及策略 助您一臂之力 总结股市成功的奥秘 期待2014年年底大丰收 嘉宾有张东豪博士 蔡明芝老师 杨冰青总裁 黄建雄老师 刘思老师 严介林博士 及两位中国企业 美国上市公司总裁 请提早报名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版 或致电650-968-2000 分级103 报名费25元 含早餐 Gugan贷款银行 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Gugan办理多种房屋贷款业务 我们专业的贷款经纪 为您排忧解难 雪中送炭 帮您省钱 让Gugan在2014年 继续成为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ugan贷款银行 欢迎您加入贷款经纪团队 call Rebecca Lane 408-720-6800-720-6800 Happy Holidays From Gugan Mortgage Banking GOOGAIN 朋友您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吗 您是否有知道健康养生 最起码要通过改善饮食 睡眠锻炼和压力 四方面来达到 在1月11号开始的Gugan养生班里 我们会给大家教授这些正确的观念 我们也会跟您一起尝试 针对颈椎病 腰椎病 鼠标手等慢性疼痛的各种拉筋方式 我们也会教授您简单的 站桩 走桩等内加工法 来改善体质 强壮身体 报名电话408-480-2860 408-480-286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再度欢迎投资顾问冯伟伦先生 William你好 厉害你好 大家好 今天是1月6号 在本周六1月11号上午10点钟在Cupertino 下午2点在Fremont 由William有两场上下午不同的讲座 讲座的主题一共分为四种 一个是2014年美国股市的分析 第二个主题是退休账户的投资策略 风险管理 还有年初的规划 第三点是固定收益的投资 第四点是强调 William所代表的公司是纯管理费的方式 不获利不收费 OK这四点呢 我们都希望在今天概括的时间可以把它讲完 William擅用退休储蓄的账户 现在是1月份 还有1月2月3月到4月15号以前 都可以很容易利用以下几个主要的退休账户 来省税 来告诉我们 好啊 因为讲这个 detail之前呢 我想跟他分享一个statistics 因为statistics告诉我们呢 其实很多人还没有充分的利用他们这些退休账户 然后一个最新的收据告诉我们 平均的IRA这个balance 我们叫做individed investor 他们平均这个balance 只有大概八万一千块钱 这样子 虽然它这个收据已经是五年这个new high 五年以来是最高的 但是你看只有八万一千块钱 然后average的41k的balance的话呢 在我们去年这个third quarter为止的话呢 即使没有好很多 八万四千块钱 虽然41k 你看41k一年可以放一万七千块钱 两万块钱 但是我们看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很多人还没有好好利用他们这个41k 还有IRA等是比较可思的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真的要了解了 因为现在这个总利很多 最传统的最basic的就是这个tradition的IRA嘛 想想讲这个传统的账户 因为只有你有工作的收入 收入的话呢不包括你的这个interest dividend啊 unemployment啊 pension等等 如果你有其他的工作收入earn income的话呢 每个人都可以在 每个人都可以在4月15号 八五岁之前 为你这个2013年 存放最高5500块钱 然后呢如果 然后你超过50岁的话呢就可以放6500块钱 多一千块 一千块 这个是2013年的limit 2014年的话 2014年 今年的话呢这个limit就没有改 都是一模一样 啊没改变 没改变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你们比方说是 marry five johnny 夫妇一起报税的话呢 如果只有一个丈夫有收入 除了这个丈夫 比方说丈夫有自己的IRA以外 如果也可以为没有收入这个太太 存款到太太自己这个IRA里面 sponsal IRA 所以这个这个大家要留意 所以你有5500块钱 先生也可以5500块钱 就变成1万1块钱了 这个IRA的好处肯定 当然是没有这个 是可以赏税 就是收入中的赏税 但是呢这个可以赏多少的话呢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参加这个公司的 41K了 如果你有参加公司的41K的话呢 还有 然后如果你的收入很高 比方说你是包装你这个收入 超过是1万5千的话呢 你就完全不能够税 但是呢你虽然不能够税 但是还可以放钱到这个 税后这个IRA 不能赏税 就是起码也可以赏税嘛 所以温之外来讲呢 如果你公司没有参加这个41K 花姐 你这个收入不高的话呢 你这个IRA cows是没有限制的 哦没有限制的 没有限制的 还有什么方式呢 另外一个都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RAWFIRA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存钱的时候不能赏税 但是呢主要符合这个规定的话呢 你将来这个板金跟这个历史是完全名税的 只有你的家庭这个 如果是一起报税的话呢 不超过18万8千的话呢 不管你有没有参加公司的41K 不管你41K 已经是不是放了1万7 或者2万 都还可以放 都还可以放这个 另外这个5500 这个RAWFIRA里面的 嗯 家庭收入就是combined income 不超过18万8 18万8 2014年的话呢 它这个利益增加 增加了 到19万亿 多一点 多一点 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虽然的收入很高 超过这个18万8 或者19万亿的话 你还可以把你traditional IRA 就是一个conversion 转到这个RAWFIRA去 那那个算不算 已经会occupied到原来 IRA的钱 没有上限的 没有关系的 这个RAWFIRA没有上限的 哦 这个是完全是 随你自己 自己喜欢转多少 就可以转多少 那么自雇人士的退休计划呢 哦 就是它是另一类的 他们叫self-employed Sep IRA吧 好像我的客人 好像是医生啊 律师啊 就房地产就是professional 他们就是Sep IRA的话呢 他放的钱呢 比这个traditional IRA 或者41K又高很多 根据这个收入的话呢 他们2013年最高 可以放五万一千块钱 哦 OK 还是呢 他们可以等到 今年的10月份 2014年今年10月份 之前呢 还可以为去年的 这个2013年全款 开这个户口减税的 哦 所以说 估计如果2014年赚钱很多的的话 还可以这样子再多放一点 到退休金里面去 这个是属于Sep IRA Sep IRA 2014年他这个放的更加多 放到五万两千块钱 最多 这个好 这个很多 但现在他这个 不要以为这个Sep IRA很复杂 因为呢 这个很简单的 开这个户口很简单 然后呢 每年就不需要 好像41K一样 什么要填布 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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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的 那这个呢 开了以后 就可以钱让威延来帮我们管了 也可以 当然我什么可以 户口都可以管 Sep IRA可以管 Traditional IRA可以管 Roth IRA Cash Account 41K都可以管的 如果说是雇主提供的这个退休计划 但是这个是也有分 self-directed的啦 或者是 对对对对 这个是401K 对对对 401K了 好我们来停一下 对啊 401K通过呢 他这个deadline已经超过了 他一年 去年2013年这个deadline已经过去年这12月份 他可以放17000块钱 17500 50岁的话放23000 所以在今年2014年呢 你现在可以开放2014年这个钱 他的limit都是一样 都是17500 或者50岁的话呢 就是23000块钱 其实这个钱可以不用到年底一笔付 可以每个月放一点 每个月像installment一样 对啊 这样子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对 也不会说到年底一笔钱 人出去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紧张 对啊 因为从这个play role里面 deadline出来的话 就比较 好像这个management比较好 心理性比较好 因为你的cash flow也好嘛 嗯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忘记哦 曾经我都讲过了 41K跟traditional IRA 这些户口是很好的 现在可以赏税 但是呢 将来拿出来的时候也交税 它只是也延税 将来拿的时候呢 是交这个income tax income tax现在可能最高可以到 39.6%嘛 加了 加了 然后不管你这个户口多久 不是说这个long-time capital gain 那么这个可能15%啊 20% 20% 最高是20% 所以现在大家要知道 因为呢 大家可能都就以为将来我退休了 拿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税率比较低 但是呢 不如忘记哦 将来你拿出来的时候呢 你没有 你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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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ption 通通都没有 孩子呀 孩子这些dependence dependence 都没有了 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help呢 税率比较高 所以还有的话呢 就是要 可能要考虑了 如果你觉得 加上大家都同意 如果将来这个税率比较高 现在呢 反而呢 可能你不能 不会放这么多是赏税的 可以放多一点到这个Roth IRA里面去 Roth IRA虽然现在不能赏税 但是起码你将来拿出来的时候 永远 本金跟这个interest都不用交税 所以我常常告诉客人这个Roth IRA呢 去考虑一下 好像我自己的话 我所有的traditional IRA 我已经convert到这个Word of IRA了 你怎么做 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我们比较有信心 有没有实际的例子讲给我们听 比方说这个讲这个text吧 因为你 比方说你现在赏钱呢 可能你一年 年轻的时候呢 你每年可能赏几千块钱 几十年下来的话呢 你可能工作二三十年赏几万块钱 但是呢 你的退休期呢 将来呢 可能变成几十万 几十万的话呢 你可能这样拿出来 每年可能要拿几万块钱的话呢 你每年就付五万 几万块钱的 两万块钱大概 如果你退休二十年的话呢 你就付五四万的税 即使说你先前工作的时候 上几万块钱的税 将来 拿出来的时候呢 你交税就交几十万这个税 所以这个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 text first 这个好厉害的 嗯 好 那刚才您提到了 您的贵组支呢 是强调纯管理费的收费方式 不获利不收费 这个怎么解释呢 我们想更 更进一步的来了解 好 因为我们公司我们说啊 我都说我们是一个投资顾问 就是叫fee only的investment advisor 所以呢我们不是啊好像啊 那些外面的一些advisor 他们有一些是股票经纪 或者是保险的经纪 他们是卖一些公司的产品 比方说卖共同基金啊 联金啊 拿这个佣金 因为他这个钱呢 是工产品公司 回靠给他们的 我们跟这些公司 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没有这一冲突 我只是收管理费 帮客人去管 他这个交给我的管理费 不管是41k啊 或者他的这个cash account啊 Ira 我试试看这个 他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他的risk profile怎么样 我帮他试试最好的 这个mutual fund 然后没有什么transaction fee的 然后呢 我就试试看这个表现了 我有两种 一种是看这个 他交给过这个资产 总资产这个manitone fee 所以一个percentage 一年可能一个percent就没有到 另外一种呢 就是看这个performance 我们是看这个回报 这个从这个赚的钱里面 才分给我 原来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不获利不消费 这样就讲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的话呢 就是比较中肯 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利益冲突了 是的 好 刚才提到了这个401k 或者是 Ira 或者是Ira SepIra等等 只要开了账户 然后呢 William他都可以替大家来管理 但是这个账户呢 还是在自己投资人的名下 所以William呢 只是透过一个password进去来帮大家管 所以并不是能够动用到这笔钱的 特别应该不是说这个保护 就是说另外还有一层保护 这个你讲得对 户口是他的 原来我们就是给这个公司告诉他 加一个叫 Trading Authorization 就是原来允许我去做这个 Limited Trading Authorization 只能买卖 钱不能拿走 password 我有自己的password 跟客人的password是不同 他可以看到他 原来我的password是可以所有的account 所有的客人同一时间来看的 嗯 好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 真的很多朋友呢 他只是 一味的记住 好我坚守原则 我每个月放钱下去 每一年放钱下去 也许钱一放下去 他就再也不看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希望大家都能主动的来参与投资 即使您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不是太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 威廉冯冯伟伦先生 他是专门设计 并且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投资顾问 他很愿意来帮忙大家 都可以在退休金钱里面的帮大家养大 如果大家想要跟他做一个面对面 来谈一谈的机会 那么在本周六 也就是2014年的1月11号 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了 因为2014年刚刚开始 因为在现在这个股市 比较高的的时候 的确是有很多人都害怕 自己的portfolio 会不会因为崩盘的原因 就好不容易赚到的钱 在去年赚钱也不是太那么难了 就是累积起来的钱 万一就不见了的话 付诸流水实在是很害怕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报名 参加在周六上午 Cupertino下午2点 在Fremont的座谈会 报名电话是408-725-2975 408-725-2975 或者是踊跃的上网登记 www.chineseabraham.com 今天时间已到 非常感谢你 William 谢谢Lily 拜拜大家 好的 那William就跟您在 本周六的座谈会见面了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让我们来听听看 Frank Liu怎么说 市场屡创新高 您害怕退休投资 大幅下跌吗 新的一年 您做好个人的理财规划了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William Fong 1月11号早上10点 Cupertino 下午2点 Fremont 免费退休投资奖座 William Fong 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 退休投资策略等等 报名电话 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Rebecca Lin 祝愿您节日快乐 何家团圆 Rebecca Lin 卖屋有方 华尔街金榜提名 Rebecca Lin 最新推出 好诗成双 买卖双喜 Package 节日特价优惠 Happy Holidays FromRebecca Lin 408-720-6800 想拿最多大学资助的家长朋友 为何有的家庭 入不付出 却未得分文 有的高资产 高收入 却拿到资助 退休金 受限 LLCIDC 家族基金会 哪些误导 和蛊惑 会让您得不偿失 请参加 英途财富 避免大学资助的 错误和陷阱 专业讲座 1月12号 星期日下午2点 报名 IntoWells.com IntoW-E-A-L-T-H 进入财富 或指点 408-586-9969 586-9969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 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 svc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2014年的 1月6号 礼拜一 我们好久都没有听到 Frank Liu的声音了 并且我们心里面 好想要知道 今年的房地产 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在周遭听到了 好多人讲的 不同他们的观点 我们今天来正本清源 听一听看 这个professional的 real estate broker 怎么说 Frank你好 新年快乐 周遭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遇在空中见面了 新年快乐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你 去年是一个 很忙碌的一年 做房地产的 不管是代表 在两岸三地的客户 股票很好 NASDA上涨40% 标普500上涨30% 这种涨幅都是很少见到的 从年头到年尾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I see OK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 我想大家都说 现在这个2014年 这个房地产到底是怎么样的走势 很有意思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那我讲的就是说 要不要听到2030年怎么样 2014跳到2030 16年之后 很有意思 这个年代呢 它出生在1980年到1995年之间 OK 80后 90后 就是我们所谓的80后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千禧年代 OK 最后就叫White Generation 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脸书 年代 哦 OK 我想 现在美国呢 目前大概有7800万人 属于这个 category 7800万 那我想大家听众朋友说 诶 Frank 你为什么会讲到 这个年代的人 很有意思 他们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的父母 很可能呢 只想要一条最新风格的牛仔裤 OK 但是对于这个脸书 我说就叫脸书世代好了 White Generation 我千禧世代 OK 那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一个iPhone 或者是iPad 4G OK 他们认为这实在是真正的必需品 很有意思 那他们呢 是在 他们这个年代呢 是他们的这个 教育的比例啊 远远高于他们的 祖父辈 还有父辈 但是他们生活呢 可能比他们更艰难 很有意思 那目前为止呢 在这个就是 20岁到30几岁啊 他们这个中间有23%呢 已经结婚了 但是他们的 这个婚姻的比率呢 远远比上两代呢 要低很多 嗯 很有意思 会这样子的情况 那他们的宗教信仰呢 是减少 比他们上面两代要减少 有一些 比较没有精神的这种 这个依赖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他们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这个 这一代的个脸书世代啊 或者YouTube世代 OK 只有一个percent呢 认为成为这名人呢 才是他们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想象得到 部落格上呢 分享自己的动态 吃什么东西造一张 马上上去 生活的动态跟着他走 喜欢自拍 对自己拍 这是2013年最红的一件事情 比较自恋 喜欢 你梳梳头 那拍一下 喜欢旅游 他们是非常喜欢旅游 旅游的时候 一边旅游一边拍 一边吃 一边拍 然后上传到网件上 我听说我有一个 有一个认识一个孩子 好像他拍了5000张照片 去玩一下 玩了一个礼拜拍了5000张 OK 追逐名牌和最新科技的产品 责任感和团队呢 这个概念比较稍微差一点 充满自信 自尊心强 离不开手机 不管去哪里吃饭聚会呢 总要呢 这买手先刷下手机 看看人家的看法 对这个餐馆的看法 OK 没有手机呢 就没有安全感 OK 他完全依赖 没什么耐性 爱转工作 爱虚拟 这样子 就是在网上 这个呢 就是说 部分人 打工不看年份 而看月份 OK 如果工作呢 不喜欢呢 不会勉强自己 他不像的 X generation OK 为工作而活 他是为生活才工作 没有钱怎么生活 他对自己工作态度呢 比较自求呢 讲求这个灵活 灵活性 OK 不再对父母呢 唯唯诺诺 但也不吝啬和父母分享想法 喜欢学习呢 新鲜的事物 能接受许多异性 包括同性恋女性 很弱势群体 当然 离不开网络 希望呢 就是说 这个 其实不在家呢 也希望有一个快速 可以可靠 轻松 能够上互联网的 OK 喜欢交朋友 OK 他们呢 是通过各种这个交流 这个 这个交友网站呢 合起来就叫 全球的部落格 部落格 OK 但是 有一点 什么 他们呢 很渴望能够有较高的收入 与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 啊 这样子就跟房地产扯到一起了 所以大家说 Frank 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我刚才也有这个 question mark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就是几天以前 我刚好在open house 有一对父母亲 他们从南边很有名的区搬下来 搬上来 搬上或搬下 随便你讲 当然上去 我搬上来也可以 当然我们在北边 所以呢 他们房子很大 那我说 你想找一个房子 是做投资吗 不要 他离我这个儿子呢 近一点 哦 哦 我这样子 我几岁了 他儿子在bay area 对 他说他刚刚闭完夜 找个工作 在旧金山 我停 让我猜猜看 他在旧金山 一定是在Soma South Market那个地方 嗯 对 他说没错 你怎么知道 我说那很可能 他是买一个baron的condo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大概就是100万出头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这个就是一个时尚 Soma 我常在讲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 这个bay area 进入新纪元的房地产来临 Soma South Market 它已经成为一个 连这个华尔街 都已经注意到这个地方了 真的 吃一个汉堡可以65块钱 吃一个steak可以300块 OK 十年以前你不在里 你可能不敢去那个地方 就像所谓的 Mission Street Market Street 但是现在就像个大校园一样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代表这一代的来临 他们是7800万的大军在那边 什么意思7800万 因为他们这个年龄 刚好是7800万人口 看没有 他们会买房子的 所以他就说了 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 OK 他们收入会增加 所以他们会对奢侈品有偏好 所以这一代领域的消费购物者 会超过baby boomer的年代 看着了 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消费能力 所以说这房子会继续往上走 价钱 对 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现在 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说 Frank 为什么现在这个 这个inventory减少 冬天嘛 冬天是一个 但是其实我比较建议一点 就说你今天这个房子 用于这个房子 在这个学校 这个高中 API score超过900分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不要卖 点头 此时无声胜有声 还是看学校的成绩 还会涨 所以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就是所谓的 现在真正的大硅谷 我们都知道 刚刚我讲的SOMA 包括旧金山 SOMA它现在为什么呢 它现在会变成西部的一个最大 它现在盖西部的最大的车站 Terminal Yes 您上次在电视节目中 很漂亮 五层楼 OK 它就是在 刚好假说是千禧大楼 门年套的正对面 OK 就是在Mission跟Fremont交叉的地方 哦 你知道它 它那个盖的时候 它会盖61层 它旁边 它这个Terminal 旁边有叫 Terminal 那个Transbay Tower Terminal Tower 它会61层的写字楼 哇 OK 所以它是改变了整个旧金山的一个风貌 一个地标 所以它旁边全部开始盖 那个 那个 Twitter Twitter Twitter是 我们知道它刚刚上市 我讲的是 Facebook 那个 Salesforce Salesforce 哦 Salesforce Facebook是在那个 Mailer Park Salesforce 它有一个全新的在盖 27层楼 40万平方尺 全部租掉 它还没开始就开始租了 为什么 它这整个会搬进去 那个地方 所以它会有11个大楼在那边盖 OK 然后呢 有大概有 中间有三分之一 最少是这个residential 然后有6个 它已经有proof 还有11个在propos 所以一共有26个大building 会在整个South Market那边盖 就Soma 所以它那边盖 Palo Alto 就是 你也知道 我们就下来的时候 就像那个什么 Redwood City Redwood City现在也在盖 OK 它就是盖那个 是关于所有的那个medical的 我讲过上次 Palo Alto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房价越来越高 OK 然后一直到North San Jose 就是说现在的那个什么 三星总部会搬进来 所以整个这个大三角 就是South Market Palo Alto 跟这个什么 Sant Jose 这叫Golden Triangle 扩大了 扩大了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 除了Golden Triangle 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叫Billionaire Triangle 就是Palo Alto Mellow Park Mellow Park 就是Facebook 还有谷歌 所以在这边 再加上 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 再加一个是那个什么 那个Cupertino 所以这个叫 这个这个叫什么 一个 Billionaire Square Billionaire Square 开始了 所以 我们会创造名称 Billionaire Square 他们很有意思 这个 Stanford他们有个雅名 对吧 就叫诺贝尔舰队 对吧 其实Stanford 他现在就可以做一些 Young Billionaire舰队了 Yes 对不对 我们刚刚都知道 那个谁 那个Twitter 对不对 还有现在最有名的 那个什么 Snapchat Snapchat OK 所以人家要offer他 How much 23个 3个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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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I'm not for sale 他还 asking for more 对不对 所以他才23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整个这边 说实在的 我们这个 我们是非常Lucky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目击 就是看到了 目击到了 所有的这个 高科技在变化 所以现在中国人 其实说实在的 你看2013年 大概30%的中国人 就是我们从国内来的 他会把现金放在这里 扎进来 所以就增加这个房地产的 往上走 所以真是功不可灭 所以从这个趋势看来 谁说房地产 不是Regional的 都是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区呢 真的是 就像Frank以前说的 我们真的要很非常自豪 我们身为中国人 拍拍这里是美国人 中国人 前面在拍拍我们是 戏骨人 戏骨人 对 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建于这种趋势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浪微博的 copate account 你知道我们的节目 自从放在新浪微博的 copate account以后啊 真的是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人数就是粉丝啊 从最开始的2000 到一个半月以前的3万 到了昨天的数据是直逼4万人 新浪微博的这些followers啊 当然是遍布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 年纪层次比较低的 是从18到35岁 那因为我们的听众群呢 我们有固定的听众群 Y generation 对 所以你知道这些Y generation 他听到我们的节目 跟他们中间也有一点这个连接感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喜欢听 所以这个social media也要找对 找对了以后 你真的就是一下子人家说 在哪里听到的 就是在谁是听到 矽谷地产集团的Frank Liu 说的就是跟他们有关的 他们还有我们周遭的人都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 那样那样那样 你刚才把它综合起来 这就是叫做我们现在要面临的 正要蓬勃发展的一个generation 脸书世代 脸书世代的人 好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华临书世的独立别墅 位于Everygreen山顶 六间卧室5.5欲5000平方尺 超过47000平方尺 占地面积 美丽装修设计的家园 宽敞明亮大厅与意大利大理石地板 花岗石台面 樱桃木橱柜位于开放式的豪华厨房 专业设计奢华亮丽的园林 后院设有网球场 凉亭 内置厨房 烧烤架和游玩设施 是您最佳的住家选择 详情请接洽 Franc流408-313-268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食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进入2014年 全球资金紧缩 债券黄金房地产光芒逐渐退色 只有股市依然一枝独秀 继续受到投资人追捧 游戏股华人传播公司 周乐举办的 第12年度 马蹄捷报应秋波 将隆重于2月8号 周六在 Mupitas Crown Plaza 再度登场 邀请到您最尊重的 股市重量级老师 分享他们对于 2014年的股市的看法 分析以及策略 助您一臂之力 总结故事成功的奥秘 期待2014年年底大丰收 嘉宾有张东豪博士 蔡明芝老师 杨冰青总裁 黄建雄老师 刘思老师 严济林博士 及两位中国企业 美国上市公司总裁 请提早报名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板 或致电 650-968-2000 分级103 报名费25元 含早餐 东豪理财 是美国正式注册的 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 博士学位的 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 制作 实施特定的 投资计划 投资是 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 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 如何为客户 面面俱到 请来便查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房地产时间 Frank Liu 你好 早安 各位亲朋朋友 大家好 OK 我们还是 想听一听 听了这个基础的 information之后 来看看 2014年的市场 是什么人在买 OK 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就说 现在我买在什么地方 比较抗跌 就是说 大家说 会不会有个包 其实说实在 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说 哪里有工作 我们就买在哪里 哪里这个工作 薪水高 就买在哪里 这是基本的 最基本的 所以当然 我比较建议的 还是在Palo Alto OK Copertino 这个Mountain View 还有Mellow Park 就这样子 所以当然 就是说 这个国内来的朋友 很多就是因为 为了孩子读书 那他们希望 就是说给孩子 一个很好的 一个环境 我就说 就是说 你这个环境很重要 培养一个 就是高科技的新贵 让他们看到 这个全世界 这个全世界 因这个地方而改变 那他们 因全世界而致富 这个地方 因为一直在变 你说 高科技 多久淘汰 六个月 对不对 你看我们手机 六个月就出一口 对不对 太可怕了 那现在 其实说实在的 人家说 Frank 你能不能说 这个房地产 是不是会跌 看不出来 不会跌 不会 很肯定 我们都知道 未来五年 大概有 五到八家 对不对 在Bay Area 有八个 五到八家公司 你说 保守了 对不对 我们说保守一点 五家吧 会上市 一家给你 二十个Billion 对不对 它会有 一百个Billion 在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而且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Palo Alto 在过去一年半 大概都涨了一百万 很多人说 我给我客人买了 它涨了一百万 其实它这个是在涨 对不对 因为Palo Alto 因为地越来越少 地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边就是房价 会越来越高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买在一个地方 就是说 高科技新贵 但是现在新贵 这边很有意思的 就是所谓的在什么 这个 Working in Silicon Valley Living in San Francisco 啊 哇 开始了 好豪华 这个就是 Y 就是Y 这个脸书世代的 他们的喜欢 就往回走了 他们喜欢 Metropolitan 他们喜欢就是 那个热闹 喜欢那个 他们不喜欢 在家烧菜 OK 喜欢热闹 喜欢这个 这个social 所以现在很多 就是说 其实说 大家也可以考虑 到旧金山去投资去 因为这个地方 现在就说 你知道吗 两个房 大概是一千一百尺 大概是一百三十万 他可以租到六千块钱 是的 可以租到六千块 所以这就是 还租不到 还租不到 而且现在就说 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都往里面走的话 这个房租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说 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整个就是 硅谷了 大硅谷 这个房价 你要暂时跌下 是不容易 而且大家 就是说 可以看到的 我们 都知道 过去两年 怎么会那么多印度人 很aggressive 哪里都是 不是 OK IC 现在是Indian Chinese 不是中文买 就是他们买 所以这样 而且他们的薪水在涨 我最近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 先生在 都是两个都是在 高科技公司做 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薪水 大概是八十万 这两个都赚钱 都这么多啊 他们都是Engineer吗 对 哇 听众朋友 这些Engineer 你们赚这么多钱啊 非常尊敬 所以他们本来是买 一百二十万 现在买到两百五十万 看没有 全部在涨 Town House 在Mountain View的Town House 赶快买 现在大概都在一百万出头 一百万 一百二十万 也就是说新的 稍微大一点的 新的 像帕拉瓦头啊 外部都到处在盖 库布金楼啊 都在盖 Mellow Park都在盖 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 将来还是会涨 那Frank 你觉得这个比较上扬的贷款利息 有没有hurt这个市场 有没有hurt到房地产市场 好像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就说 因为你租金线很高啊 你租金现在大概是一千一百尺 他可以租到两千八百块啊 我说悬新的 现在有这个悬新的 那个两房的线 大概你三个房 大概都在做 三个房的apartment呢 都租到大概三千五百块钱 对吧 那这个还是在Mupita's楼 对啊 你再往北 越北的话越贵 对吧 所以你像现在三番四的话 这整个 这个租金非常高啊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因为租金高 这个 这个收入高 所以当然 这个房价也高 所以这东西都三高 其实 三高 但是这三高是好的 所以我想最重要就是说 大家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很多人就说 我买 我买一个房子 可以保值的 这点最重要 但是保值的 还是以高中为主 所以APS 超过九百分的 考虑一下 能够后住的话 那是你养老的一个net 有提金在里面的 所以不止 Cupertino学校的API 是九百分 其实如果按 是的 对 Cupertino都九百分 对 当然是 但是其他周边 有一些城市 也是九百分的 对吧 都有啊 所以这个 因为他租金一定会高 所以这个有点考虑 这就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的 没有什么inventory 而且现在在 那个freeway上面 你看什么 Lamborghini 什么Ferrari都出来了 好车都出来了 所以Tesla是一个 越有你钱人越开Tesla 而且印度人开Tesla很多 而且他们家里面一定有 那个solar system 就是这样子 很潮的 这个一套的是这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是真的是蛮lucky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们是非常lucky的 非常lucky 真的要瞧瞧 真的非常lucky 那些开好车的人 在过去几年 在所谓的经济depressed的时候 都不敢开出来 对 怕人家把他的轮胎弄破 虽然很难弄 把这个窗户打破 但是并且最近 这个加州的高速公路 还有local的马路 都修得蛮好的 对有钱了 所以他们这个好车 也肯开出来了 没错 没错 所以放心 这个只要记得 这个大的Golden Triangle 就是Soma Palawato 还North San Jose 这一带全部 而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Golden Triangle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Billionaire Square Billionaire Square 千万富翁的这个Square 对 OK 好 那谢谢你给我们在房地产 2014年的展望 打了一个底 所以说您的朋友 不管是住在美国 local的朋友 或者是在两岸三地过来的 只要把这个号码记起来 就是408-313-2688 408-828-0600 两个号码 对 Frank1.612681268 Gmail.com OK Frank.1268 Gmail.com 对 就可以来跟Frank 做一个预约了 对 Frank事实上 他是代表买方 也有代表卖方 没错 最近有几个 很特别的一些房子的 这种例子 对 慢慢的跟我们分享 我们再过两个礼拜 Frank就要上电视了 我相信呢 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 更新的这个话题 我们从今天Frank 说的这些话呢 您是直接接触在 社会上面的人 所以有很多的 点点 很多的这种点 我们所平常感觉到的 你今天把它串成一片 来给我们做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表示你实在了解的很透彻 谢谢 脸书世代进入这个房地产了 谢谢 脸书世代的年轻人 进入了房地产 所以有好房地产的人 真的好像是握了一个金饭碗一样 还没有这个金饭碗的要想办法挤进 Billionaire Square 还有大的Golden Triangle 绝对没有错 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Frank 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在TV的空中再见 感恩 好 拜拜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今晚节目结束 在所有的social media 只要搜寻SVC media 都可以重复收听 重复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明天晚上七点钟 再度与您空中有约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 。 �יו 、 手 、